嗨 你好 我是劉奶爸 上次有承諾各位 就是如果你們是有購書 有買書的人 那我就會在12月31號的時候 會送出這一段影片 那其實不只一段啦 我有錄好幾段 就是時間還蠻長的 就是說我要告訴你 我當初這本書出版社為什麼會來找我出書 然後還有就是廣播節目 譬如說像無若全大哥為什麼會邀請我上廣播節目去採訪 這樣去分享經驗 創業的經驗 還有就是TVBS為什麼會來採訪 我這個網路創業的經驗 還有就是一些學校單位的演講 他們為什麼會來找我 那是用了哪些方法 哪些技巧可以讓他們來找我 然後還有一些 譬如說像華人講師聯盟啊 那我去那邊有開過那個 有點類似演講又有點類似教學的那個課程 是影片的一些課程 錄製影片的一些課程 那這些邀約是怎麼來的 那底下呢 我就慢慢來講這些故事 那其實我要先講一個故事 就是一個玉米田的故事 那這個玉米田的故事呢 有些人可能聽過 如果你是在有參加過B&I的話 B&I是一個全世界最大的商務引建機構 那其實我們每個禮拜都會去開會 每個禮拜 每個禮拜都會有一天的 早上6點半要去開會 然後因為很早 所以很多人會爬不起來 沒有辦法去 那裡面的創辦人呢 叫做Ivan Meissner Ivan Meissner Ivan 博士 他是創辦人 30年前就創辦了這個 B&I的商務引建機構 那我不是要講說這個機構有多好多好 當然他 他其實他很好 可是已經 我重點不是要講這個 我重點要講的是一個故事 就是 付出者收穫的故事 那這個付出者收穫的故事 有一個最經典的 就是Ivan Meissner Ivan 博士他當初在創辦的時候 他講了一個故事叫玉米田的故事 什麼叫玉米田的故事呢 如果你沒有聽過的話 剛好可以聽一下 就是說在美國有一個農夫啊 那他們有舉辦一些 玉米的一些比賽 就是哪些人種植的比較好的一個比賽 結果有一個 老師得冠軍的一個農夫 那就有人採訪他說 為什麼你的玉米田種得這麼好 那他就說 如果他要讓自己的玉米田種得好 有一個訣竅 就是他必須分享他自己的一些好的種子 給附近的玉米田的農夫 所以 為什麼會這樣子 人家問他說 為什麼你要把好的種子分給別人 那這樣你比賽怎麼可能得冠軍呢 結果答案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玉米田他們在種植的時候 他很著重於在什麼 別人的田 他會飄 隨風飄散過來這個玉米的種子 那如果呢 你別人的田的種子是不好的 然後飄散到你的田裡面 長出來的玉米就不會好 所以呢 他一開始他就會分送給好的種子給到附近的農田 給其他的農人 所以他的田就自然長得很好 那這個觀念在講述一件事情 就是你希望自己過得好 你就要讓別人也一起過得好 那大家共好的狀況下 你才能夠更好 這是一個玉米田的故事 那這個玉米田的故事 他同時也啟發了我 就是你希望在網路上做一個個人品牌 那你要做得好 你要把這些做人做事的道理 技巧性的搬到網路上來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至於你要怎麼樣把實際生活的那些做人處事的道理 搬到網路上去呢 底下我們再詳細的做 每一段我曾經做過的事情